這裡是圓山七弦村的福州路 也是七弦國小前的路段 長約800多公尺路段的小葉蘭人行道樹上 附身著蝴蝶蘭 目前正綻放高雅的蘭花 有白色、紫色、粉紅色等等 繽紛美麗燦爛 讓這條福州路 緩如成了蘭花的景觀道路 剛來有這個火鍋 雖然有這些蝴蝶蘭 都要拚那些 找這個祭崗來附生在小葉蘭人上 造成一個另外一個七弦的美景 今年順利第一次開火 中的過程因為有熱、有冷 所以這個素量 超過差不多1500的蘭花 有來開火 經過我們地方的祭崗 用到它的巧思 把我們原本很多家裡的蝴蝶蘭開過後 可能就等那一回 不過它把蝴蝶蘭收集起來後 把白天這個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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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蝴蝶蘭重新 再展現最美麗的一次花期 這些蝴蝶蘭都是回收再利用 是當地的志工在去年2月突發奇想 將超過1000株的蝴蝶蘭 附生在100多顆的小葉蘭人形到樹上 並從廢棄的彈簧床剪下塑膠網 將蘭花網柱固定在樹幹上面 經過一年多來的細心呵護照料 讓這些蘭花首度在今年花期來開花 讓辛苦的付出 終於有了美麗的回報 特別感謝我們這個志工以外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很多 提供這個火災的這個業者 還有我們的這個鄉親 讓我們這個地方重新點亮 一個另外一個不一樣的 一個美麗的意境 都由志工 利用它休息的時間 有時候早上 有時候晚上 晚上 從久遠到10點多 我沉這裡重點看 對啊 你們都在這裡叫本首 本首是 都兩三天就叫一遍 對啊 看到這些蘭花這樣盛開 真的是感覺好像替小葉蘭人 穿上新的衣服 所以我們每天家長跟小朋友 來到學校上課心情都特別的好 因為整個路邊真的是 將蘭花盛開之下 也帶動我們整個環境的一個美化 這些附身的蝴蝶蘭 靠著攀附在樹根上面的七根 吸取水分存活 剛開始志工們要時時注意澆水 以及噴藥施肥 才能讓這些蝴蝶蘭順利生長 並且花朵來盛開 綻放的熱情以及堅強的生命力 而志工以及村長們 也都隨時進行道路整潔維護 讓這些蘭花以最美麗優雅的姿態 迎接過往的民眾 而這些蝴蝶蘭的花期 預估還要一個多月 歡迎鄉親好朋友前往來賞花 一蘭新聞記者時世民採訪報導 下集團 下集團 下集團